杨艺人气真的太高了 最近他去一个商场参加活动 他出场前一个小时 现场就被粉丝为得理三层外三层的 所有人举着手机巧手以叛 要是来晚了 恐怕只能从前面朋友的手机屏幕里看到本村 怕大家看不清楚 工作室先放了几张精修图出来 白裙红唇也是非常美丽了 关键是看看这个头发 花两多就不说了 露出额头给你们看 发系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高清官方涂美 现场粉丝抓牌的照片也不差 没加滤镜而且丑抖的情况下还是能看出 这是一枚美颜小仙女 去现场的粉丝说 杨艺本人比电视上看到的 还要收购五斤左右 气人的是八十多斤的杨艺 要凶有凶 然而要和腿竞缠还这么细 这简直不可是哼很快 杨艺初心活动穿的这条白裙子就被扒出来了 裙子本身是美的 但是我注意到这条裙子有个亮点 前面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裙子 转过身进然发又看头 可以说相当的性感了 这让人粗丛小手 非常期待杨艺身后的效果了 很巧 有粉丝站在了大秘密身后的位置 拍到了背面 然而结果非常让人失望了 杨艺竟然在裙子里面 还穿了一件白色的打底 哎 算了算了 没想到杨艺老师是这么保守的一个人活 仔细想来 杨艺确实不太走性感路线 一直都是一个保守的人 稍微穿了一点露尖的礼服吧 手还要遮住 而且私自改动礼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原版的裙子非常深微 而杨艺手动反微缝上了至少五厘米 原版的裙子露空开叉 杨艺活生生的把镂空的不放不上了 不过也要理解 毕竟女明星爱穿的礼服品牌 都是出自西方设计师之手 风格当然是比我们要大胆豪榜的多 不少女明星都对太过性感的礼服做了修改 最多的当然是要把领口收住 张自宜穿的这身礼服仔细看都能看出 缝合的痕迹 就连张雨气向来赶穿赶漏的 也是缝合领口的 所以能不能请设计师们 我们的女明星 做一点人性化的设计考虑 这样修改起来很麻烦 好 我也不想要带입니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